2018年9月19日下午4点,安徽合肥东方的天空,出现巨大的蘑菇云,非常震撼,好像原子弹爆炸一样,引得网友慌忙记录,西门剑客宿舍。 东边的天空出现巨大的蘑菇云,好像原子弹爆炸一样,西门剑客宿舍,2018年9月19日傍晚,合肥天空现异象,双彩虹,难得一见,陈冰冰宿舍,合肥,创新高地,大湖明城,2018年9月19日傍晚,合肥天空,双彩虹啊,持续半小时,陈会宿舍。 意外,惊艳,太阳雨后彩虹挂天空,持续半小时,合肥市民中秋节前保衍服了,陈浩数舍,合肥,简称卢,古车卢州,卢阳,是安徽省省会,合肥都市圈中心城市,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,2018年9月19日傍晚,合肥的天空如此,是否让在外的游子,你,相加了吗? 张继红宿舍,肥西县人民检察院附近景象,彩虹给人带来了不一样的心情,春华秋时李华宿舍,2018年9月19日傍晚六点,合肥天空,东边彩虹西边云啊,李建怀宿舍,2018年9月19日,暮色四河时,网友忽然发现天空的云一似熊出没。 你觉得像吗?穿越彩虹之门,见者曾幸运,成会数社,编辑数字8365,此篇未经授权,请勿转载,为者必究。 发现袁绍景美的,分享新鲜图文,传播生活美学,随人关注,走拍旅行带你一起飞。 发现新鲜图文,传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